你好,中美爭霸, 大家好 這部片播出是9月10日的, 大家好 今次我想講講中國周邊的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蒙古國,即是外蒙古 另一個就是緬甸 其實現在和中國關係是不好的 但是你說外蒙古被俄羅斯和中國包圍 為什麼可以和中國關係搞得不好呢? 其實很多東西,蒙古的國家的行為很畸形 待會想說 其實它有一些行徑, 甚至是勾結西方 對中國是產生威脅的 所以這個待會想跟大家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 想說緬甸 其實現在內戰, 其實很多軍閥 有很多軍閥, 或者很多勢力 其實都是被美國滲透的 所以都是對中國產生威脅 所以待會想跟大家說 好, 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後 請大家訂閱, 何止江有寿必記頻道 分享, 留言, 讚好, 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或晚上, 看看有什麼影片 說得蒙古, 當然是說俄羅斯 因為蒙古這個國家, 本身 早點的歷史來說, 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或者是1911年左右, 12年左右 愛蒙古就看到你, 你中國搞革命 清朝玩完了, 成世就想獨立 但是當然, 俄羅斯帝國可能又支持他 又當中北洋軍閥又打他 那些歷史太複雜, 我不說這麼早 但是蒙古想脫離中國 是在清朝滅亡之後, 都有些反反復復的 他也不是這麼強能力, 真是獨立 但是轉接點, 是發生在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 這是1937年, 爆發了七七的盧溝橋事變 日本人本身在那個年代, 已經霸佔了東三三 也有伸五隻手進去愛蒙 但是, 在那個時代裡面, 1939年的時代 史太林已經派紅軍進入愛蒙 驅逐了日本的軍隊 其實在一個星期前, 普京訪問外蒙古的時候 其實我想叫他做外蒙古 其實我都不是很承認, 蒙古這個國家存在是合法的 叫他做外蒙古, 我覺得比較合理 你叫他做蒙古國, 這個國家像國家嗎? 但是, OK, 待會才會說, 為什麼我這樣看 外蒙古這件事呢, 他本身就是因為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 裡面亂成一造的時候 那麼, 史太林就趁火打劫 那些紅軍進駐了外蒙 進駐了外蒙之後, 就說外蒙是一個獨立國家 那麼, 蔣介石是不承認的 就是這樣, 但是他就打走了日本人 那麼, 三九年紅軍就駐紮 那麼, 去到第二世界大戰完結的時候 那麼, 蔣介石呢, 因為面對著 就是, 蘇軍呢, 會進駐進去 這個東三省, 趕日本人走的時候 那麼, 蘇聯佬就問, 即是史太王那邊問 喂, 你蔣介石, 你想要東三省, 還是要外蒙呢? 如果你承認外蒙獨立的話, 我進完東三省 我會退, 你不承認外蒙獨立的話 那麼, 別讓大家玩吧, 可能兩個都沒有的 那麼, 蔣介石呢, 那時候就軟弱 他就承認了外蒙獨立 但是, 蔣介石呢, 後來呢, 四五, 四六年 就承認了外蒙獨立之後呢 他在一九五零年呢, 他就敗走去了台灣呢 就又不承認 那麼, 反過來, 一九四九年呢, 中國立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時候呢 其實, 毛澤東呢, 也曾經呢, 問蘇聯呢, 要拿回外蒙的 但是, 事實上呢 那麼, 史太臨濟 那麼, 什麼都好, 歷史是複雜的 簡單的說呢 其實呢, 蒙古呢 蒙古國, 其實所謂的蒙古國 就是外蒙古這塊東西呢 本身呢, 是沒有自主性 是, 蘇聯是趁中國弱的時候 趁火打劫, 整出來的一個 一個國家, 實質上是一個 蘇聯的殖民地 那麼, 本身是沒有能力 去生存的, 這個國家 所以呢, 在蘇聯建在的日子裏面呢 他靠蘇聯呢 去輸血, 吊命 變成沙聯, 即是俄羅斯人的殖民地 但是呢, 在蘇聯瓦解之後呢 蒙古佬呢 就開始這些 愛蒙古的人呢 就全面呢 就學西方的議會制度啊 全面呢, 就傾向西方 他就說我們蒙古族給你中國人欺負 我們蒙古族的大多數人 就是墨南的蒙古 就是今天的內蒙古 有千多萬的蒙古族住在中國境 這些蒙古族 就結合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那些蒙古族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管理之下 其實生活得很好 你看到內蒙古的沙漠越來越少 然後人民就風衣足食 而且中國是一個工業大國 對自己的人民很好 對比於外蒙古 因為沒有蘇聯的照顧 但是他很怕中國要收回外蒙 因為他只有三百萬人 如果要打的話 根本不堪一擊 所以他的態度 一直跟中國的關係 搞得很惡劣 總之就是中國 對他好一點 他始終死都會跟中國作對 因為他實際上 在2010年代的初期 一定有什麼關係 中國就想加大經濟往來 可是在後來蒙古 也立即加大經濟往來 這是一兩年左右 到2012左右,他就直接把那些簽過的貿易協議又撕毀了 然後就說,我不要你中國那麼多工業品進來我們蒙古啦 我們蒙古的礦物也不要那麼多進來你大陸啦 那程於呢,貧窮,程於這個國家亂 他都不肯和中國加大經濟的往來 蒙古這個國家其實呢,現在一直都是說他在內陸被俄羅斯包圍 在俄羅斯戰爭之後,蒙古其實就是 俄羅斯都全命向中國倒向中國啦 那你蒙古還不會死,是不是? 俄羅斯都是你朋友不會支持你啦,是不是? 但不是的,愛蒙古就是仍然堅拒和中國合作 那這次呢,普京啊,去海參威,去開一個遠東經濟論壇 那之前就去內蒙古,那搞什麼呢? 就因為呢,普京就想建一條天然氣管 經外蒙古呢,入中國 那因為呢,如果經外蒙古入中國的話呢 那個管道就會短些 那麼呢,建築費便便宜些 那麼呢,也都愛蒙古呢,每年有15億的美金可以收到 那樣,但是其實愛蒙古呢,他說鹽錢聲 說我不想跟你中國那麼多交換,這15億我也不想賺 那普京就飛過去跟他說,喂 喂,其實你,我和你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啊,是不是? 我們蘇聯時代到現在,一直的關係是幾十年的嘛,是不是? 你蒙古真是,你不可以這樣托我手肘 我俄羅斯是很需要和中國建立更多的天然氣的生意 往來,輸多些天然氣給中國 那你賺了15億,那為什麼你不想賺呢? 你裡面的人民窮到仆街,是不是? 你根本現在呢,外蒙古這個地區 實際上我不承認它的國家 它基本上呢,挖礦挖到周圍爛了 然後呢,亂放牧之後呢 就挖到整個國家的草原造出越來越少 嚴重沙漠化 所以呢,外蒙古呢,搞到亂七八宗的時候呢 它不斷沙漠化,而中國境內呢 就不斷呢,就去沙漠化 即是,沙漠越來越少 但是,現在在北京,很多時候有些風沙 都在外蒙那裡挖過來 很明顯呢,外蒙古呢 在蘇聯忙了,即是瓦解之後呢 管治是極差的 但是它堅拒呢,跟中國經濟合作 如果外蒙古肯跟中國呢,做一些的 的經濟合作的話呢 它自自然而呢 就會呢,會越來越有錢 因為中國的,你的擴產資源中國會需要 中國有大把很多的工業品可以賣給你 那你基本上所有的生活呢 你可以和內蒙古的人看齊 但是就是說,外蒙古呢 這班人呢 基本上它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它根本都沒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 但是它就堅拒 現在呢,就勾結美國 甚至呢,跟美國呢 不知道裡面 在蒙古境內做些什麼的 如果美國在蒙古境內搞生化戰呢 我覺得很方便 如果你說搞一些 就是可能在那裡 搞一些生化的實驗之後 向中國放毒呢 其實這個呢 對中國的威脅很大 在長遠 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收回外蒙古呢 其實呢 毛澤東基本上是反對蘇聯呢 做這件事的 所以我看看 地時的歷史會怎麼發展 不說那麼多了 原本是想說這個緬甸的 但是我發現時間不是很舊 所以我們不如下次說 這次呢 其實我想說一下 補充說一下耶倫 今早我們財經揭露 就說到他 因為耶倫呢 他在9月6號 上星期五呢 就說 看到非六的職位少了 股市倒下了 然後耶倫呢 其實市場就說很恐慌 怕美國是蕭條的 因為事實上那個樣子 美國是像有一個蕭條的樣子 出來 油價倒下了 很多商品倒下了 然後呢 其實呢 你就業數據又說 你調整回 其實 年初我的數據是假的 其實真真正正正沒有那麼多 非農的就業 所以呢 其實美國呈一個實體經濟萎縮的現象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非農的數據是 做的話 其實很多銷售數字呢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了 你說找回 美國汽車的銷售數字 咦 現在是 在疫情後的世界裏面 美國銷售汽車的數字 追不回2019年疫情前 那就是說呢 美國每年實體經濟呢 那個購買力呀 消費量呢 是追不到2019年的 那你的股市是四萬多啦 現在四萬多 那我做節目那一刻 曾經升過六百多點 道指 那你所謂升都好 原來實體經濟呢 不是你在股市見到的世界是這樣 很多美國人都說 喂 其實 真是在一個高息環境 喂 我供車會 供樓那些 好貴式 根本不想買樓 不想買車 其實沒有 那些人不買樓不買車 美國的消費就真是死火的 實體經濟是不行的 不過 很多有錢人 極有錢 他們的錢 放在銀行收五厘息 那多開心呢 就算不菲特 甚至拿著二千多億美金 他說那巴郡那些錢 沒東西做的 放進去聯儲局 原來現在聯儲局會派息 那所以呢 可以說 現在呢 美國的形勢呢 是有一個蕭條的跡象的 實體經濟是有蕭條的跡象 不過股市 不正常地旺盛 跟著呢 Navida就想死 想死想死 雖然還沒死 那但是Navida這隻東西 如果 最後證實 AI這個泡沫 原來對實體經濟的幫助 不是那麼大 那因為呢 Navida是生產AI的芯片 那大家個個都要買去壟斷 是吧 所以那個形勢上 最後大家發覺 AI不是對美國經濟這麼大幫助的時候 那些人就開始不買那麼多 Navida的AI新片 Navida就倒 如果Navida一倒 美國股市就真的散了 開始 但是現在呢 未去到那一步 但是已經有一種蕭條味 那耶倫就出來呢 就說 其實 美國經濟不是那麼差的 未來你錄不燈的 美國經濟是很健康的 就業數據少只是軟著綠而已 你對美國官員說話呢 其實現在呢 基本上呢 就基本上可以說相反來讀的 美國現在經濟很嚴重 這個蕭條的跡象很厲害 不過現在去講一些假話 去騙一下大家 就是這樣了 但是當 那耶倫這樣說的時候呢 另一個可能性 哇 美國經濟不是那麼差 是不是不需要減息呢 那就是我會聯想到的 他就說 其實美國經濟都那麼健康了 是不是不減息呢 那我其實最想說的一件事情就是 喂 我真的怕呢 就是幾天後啦 今天出街是10號啦 那中秋之後19號那天 因為美國的開血的自發說 唉 我不減息 那 然後呢 完了選舉後呢 他覺得很窩窩啦 那就無端端在選舉後緊急減息 因為減息呢 始終都是 代表著美國的資金呢 要流走 那美國佬其實就 如果他覺得很不對勞 他自己问就会不会不对路 因为你美国一减息就代表着 美国团在他里面的资金 就觉得高息环境开始不在 他们就重重入洞想捐出去 所以 现在的形势是 这个世界都是在看着美国减息 我就希望吸走美国的钱 比如说 俄罗斯开一个叫远东峰会 是海参威 我们之前说蒙古时候有提过 这个峰会里面 原来有76个国家参与 就因为要搞不极的寒道 我们之前说的 原来寒道原先要建设很多基建 很多港口 那其实呢 因为那条寒道 如果要走 苏伊士运河 即是由上海去走苏伊士运河 去到欧洲要50天 如果走北极寒道 会缩了35天 那所以呢 现在俄罗斯呢 希望吸引很多国家来投资 去搞这些 北极那边的港口 那现在呢 有76个国家去 大家都是看着如果 联储局减息的话 不如去投资俄罗斯 说俄罗斯都顶了这么两年多 经济越来越好 那钱 我理你美国佬是否政治正确 俄罗斯现在咬得住的 我为什么不 不放一水在他那里呢 俄罗斯在侯住 联储局减息的 中国就搞个中非峰会 中国就想大量投资你 非洲 希望非洲搞好他的农业 提供粮食给中国 那你都知道了 你中国有很巨大的基建产能 如果非洲 建好一些路 建好一些交通设施 那些矿石啊 粮食啊 就可以运给中国 中国现在呢 煮粮是够食 但是中国呢 要吃得 中国人吃得饱 就不怕 但是中国人要吃得好呢 是需要呢 非洲崛起 那令到中国的基建业啊 可以建多桥啊 老啊 那些中国人就不用失业了 那跟着 他那里的农业发展得好 那中国人就可以吃好点 吃好点 其实现在非洲呢 是一个很有发展前力的地方 但是你基建太差 所以呢 没有发展好他的农业 没有发展好他的抗业 中国就希望造起非洲去 但是其实这个 听上去这个 前景很美好啊 如果美国减息的钱 会不会走去 走去中国那里 跟着那些钱去投资非洲呢 如果不是搞个中非峰会 来干嘛 就是看着你美国佬 就来减息要抢钱啊 另一边 9月20日 日本仔说加息 可能加息 有个说法 我不敢肯定 那就是日本仔又想 给你联储局减息 流出来的钱 进去日本 如果这样的形势 美国佬见到 哇 个个都幕后着我减息 希望我美国留些资金过去 哇 我不如玩东西 不减息了 哎 真是免得你 一减息突然间 哇 有什么变 如果真的突然间急爆煲 那何锦丽怎么赢啊 我控制不住的 不如 哎 算不定的风险 不如 大选后再减 这个 这个真是美国佬加减息呢 是他自己那盘数 怎么算的 我真是有少少不太肯定 你说我何志光反口複舌 都是这么说的 因为你美国佬太反口複舌了嘛 哎 哎 真是 说了这么多先